各位同學們,你們好。這段影片就到第22課,Electrolysis,中文是電解。 電解在Redox 中佔有很重要的角色,我會分開四段影片去講。 首先,什麼是電解呢?電解照字面解,你就知道有電,它分解了些東西。 這裏就是英文解釋。 就是說,其實它會做一個 decomposing of an electrolyte with an electric current。 什麼是 electrolyte呢? 在中三,我們學Ionic Company的時候有講過。 Electrolyte,中文是電解質。 那樣東西是可以通到電。 什麼時候通電呢? 它可能是multant state,就是liquid state,或者是一個acry solution。 例子就是NACL,這樣啦,或者是加水的。 那在電解裏面,這幅畫就必定是有電心,有一個power supply在這裏的。 而呢,一定有電解質。 那在電解質裏面,就會有正離子和負離子。 那它的做法跟之前的chemical cell是不同的。 它一開始,那些正離子和負離子就會分了兩條隊線。 這個一定是第一個step來的。 正負雙級,正負雙級,才去想我們的reduction和oxidation。 另外提一些東西,電解呢? 因為擦爛一些東西,它需要absorb heat。 那它有一個endofirmic reaction。 那如果符號呢? 就是大於零的。 那在我講例子之前呢,我們就分析一下我們之前的topic。 學的chemical cell,和22貨學的電解有什麼不同的。 那在書的133版的table,22.1,就有一個很清楚的表。 那首先呢,第一樣東西就是, chemical cell裡面會進入redox reaction,去製造voltage。 但是呢,去到這個electrolysis,或者叫electrolytic cell, 那它是用一些電去做redox的。 那那個,呃,次序的先後呢,就剛剛調轉了。 然後呢,第二樣東西呢,就關於正負極。 在一個電芯裡面的cap是正極, enno就是負極。 那discharge的意思就是在用電,不是充電。 那而一個電解質裡面呢? 咦,反過來呢,cap是負,enno是正的。 我一會兒呢,有一版呢,就會和你們去講解。 然後呢,其實剩下這幾個講的東西呢, 都是和正負極有關係的。 不過呢,我就不主張同學去死背。 如果你背了,反而很容易去記錯。 那我一會兒呢,就會和你們慢慢記錯證負。 好了,那在公開試裡面呢,如果有圖在redox, 都是只有這兩款的。 所以第一個步驟,你首先要分解, 咦,究竟這個是電解,還是一個chemical cell? 記住,有電芯的呢,就一定是做電解。 而左手邊那幅圖畫呢,是沒有一個電芯的。 那它呢,其實就是自己做電芯了。 那其實那些圖畫都是你本書那裡抽出來, 那你也和我一起記住正負, anode,cafol的東西啦。 那首先呢,有些東西呢, 就無論是在什麼場景底下, 都必然是對的。 就是我們之前學的,anode, 那麥克風,本身的定義呢,就是做oxidation。 而cafol,就一定是做reduction的。 這個是我們本身字面的解釋來的。 好,那我們看看左手邊那個cell先。 左手邊,malesium,因為more reactive than copper, 就會lose electron。 那麥克風的意思呢,就是oxidation。 這個也是定義來的。 那所以呢,這裏,你可以記住, 它做oxidation。 這裏是一個anode。 好,我們看看右手邊,右手邊呢, 就是copy-2-iron,就會去吃那兩顆electron。 那這裏呢,是做食電子的。 食電子呢,就一定是reduction啦。 那這一邊呢,就一定是cafol的。 那我們呢,可以裝一些基本的,就mark了在這裏先。 好,那跟著呢,你看回這一部分呢, 其實呢,它是飾演一個battery的。 那我畫中二學的circuit diagram, 在這裏,讓你容易對照啦。 那這裏呢,其實是說同一樣東西來的。 好,那這樣呢,剛才說的左手邊呢,就是那個anode。 右手邊呢,就是個cafol。 那你記住一樣東西,一個電心, 記住啦,逢是有electron, 離開那邊呢,我們是叫它負極的。 這個也是一個定義來的,這個是一個正極來的。 那如果我們對回一幅圖畫的話呢, 我這裡記住,這個是負,這個是正。 那就是說呢,在一個chemical cell裡面呢, anode,做oxidation, 兼且是一個負極來的。 cafol,做reduction,呢,就是一個正極來的。 那我們看看右手邊的電解的圖畫啦。 那電解呢,其實是容易看很多的。 因為呢,一開始有電心。 電心有什麼特別之處呢? 就是我已經給了一個正負極來的嘛。 那這裡很快去看吧。 這個是正,這個是負。 那如果是有正負極呢, 就很容易看到, 在右手邊這裡呢,就會有些electron走進去的。 那右手邊有electron走進去, 那就是說,這裡呢,就一定是做一個reduction啦。 有些東西會幫你去accept electron啦。 那接著reduction的話,就一定是cafol嘛。 好,那左手邊呢,反過來,一定是有電子被人 withdraw了出來的。 那所以這裡呢,一定是做oxidation。 那anox,這個就一定是anol來的。 好,那接著呢,我們就看正負問題啦。 這個是負, 那這裡呢,在circuit diagram裡面, 我們的definition,這裡也是負。 因為external circuit, 逢是有electron流進去, 我們就稱呼那個位是負極的。 那所以這裡就是正的。 那我們呢,就可以記錄到下面的表那裡啦。 就是這部分,cafol做reduction, 在電解,裡面。 這個是負極。 而另外這個呢,就是正極。 用這個方法呢,就不用背後才那些東西啦。 但當然呢,基上有些呢,基本知識的。 就是你要知道電心這幅圖,哪個是正,哪個是負, 以及external circuit,裡面放在electron流進去, 就一定是負極。 那我建議你呢,就可以畫這個circuit diagram, 就是form two science 的時候學的。 那這個負啦,正呢, 那這裏呢,就是負,因為electron流進來。 那這個呢,就是正,然後負,正。 就是這個呢,就是有那個battery, 以及呢,就是external circuit的。 另外還有一件事要提提大家的,就是關於水啦。 那我們做電解也好,做chemical cell也好, 很多時候那個batter裡面都會有solution, 有solution也有水啦。 水是可以輕微分解做這兩隻離子的, 這個沒有問題啦。 雙箭咀。 那但是呢,水呢,是在我們之前那些unit, chemical cell的角色是很不明顯的, 我們不會怎樣考慮到它的。 原因是為什麼呢? 就是因為呢,這兩個濃度太低, 而chemical cell呢,其實它是需要你有一定數量的 Strong OA和Strong RA呢, 就自己自動自覺去做化反應的嘛。 那但是呢,去到這個unit, 這個電解呢,他們的角色就很明顯了。 因為電解和chemical cell呢, 還有一個不同之處,就是chemical cell呢, 就以自動自覺,你夠勁就會做化反應。 但是,為什麼呢,就是你被迫的。 因為有個battery, 放一些electron下來, 又會在那邊抽electron嘛。 那在這個被迫的情況下, 即使你濃度很少也好, 那你這兩個離子呢, 都會被人吸了去正極, 即是hidrosion會吸了過去, 而hydronion呢,都會被迫吸了去腹極那裡。 那排隊,看看自己夠不夠勁去做化反應的。 那這裏就記錄給你, 就是因為有battery的逼去做啦。 那你明白了這一堆的background之後呢, 那之後講的例子呢, 你就會容易理解很多啦。 那這些都是我們之前學的slogan, 你可以看一看啦。 在電解裡面, 我們究竟去選哪一隻離子做化反應呢? 有三個因素的。 第一個呢, 就跟以前一樣, 就是看一下他在electrochemical series裡面的position, 你越高就選你咯。 不過呢, 今次我們是會分開兩條隊, 分別是正離子和負離子的梯隊去看。 因為我剛才講過啦, 電解第一個step就是正和負離子要分開兩邊嘛。 那所以呢, Electrochemical series呢, 今次會拆了做兩個table, 要特別注意的呢, 就是這兩個啦。 因為我們做電解很多時候有水, 那這兩個就是你們的競爭者。 我們看第一個例子就是電解, 一個酸性的水, 用plantulum做Electro。 下面的setup呢, 就叫Hoffman Photometer。 那你會見到我呢, 就反轉了兩支billette, 就可以收集的氣態的。 那特別要注意呢, 我用了plantulumElectro。 plantulum呢, 是Inert, 的意思呢, 我不會參與化反應的。 我們看一下裡面有些什麼啦, acidic water, 那我假設我就用了 Dilute的sulfate acid, 去acidify那些水啦。 那我現在呢, 就教你電解的步驟, 去怎樣去Deduce到出什麼product了。 那首先呢, 左手邊是正, 右手邊是負, 你記住呢, 我們一定是會吸一些離子過來的。 那左手邊呢, 就會attract 左負離子, 分了兩條隊線。 那這邊呢, 就會attract 個正離子的。 那所以我們必須要知道, 在這個setup裡面有什麼正, 有什麼負。 那我自己呢, 就喜歡畫個十字的。 那首先呢, 裡面一定有水的嘛。 那水剛才說過呢, 它就會有H正, 和OH負。 份量少不要緊要, 但是因為今次有吸力, 它一定可以做候選佳例的。 那跟著呢, 還有一個sulfate acid, 這個是acid的。 好了, 那兩條隊呢, 就各自選了。 那我們呢, 就要每一邊呢, 就選一個最勁的去做個化反應了。 左手邊你沒得選了, 一定是H正, 因爲 identical的嘛。 那所以呢, 正離子這一邊呢, 就是H正去做化反應的。 順便都一定要mark electron flow, 不是順便, 是一定要的。 這個腹極呢, 就立刻mark這裏是入電子的。 這個好緊要啊。 那就是說呢, 這一邊呢, 還是做那個食電子的reduction? 那就對了。 H正呢, 就會食電子啦。 這個應該做得好熟的啦。 就出了一個hydrogen gas的。 那所以你看到這邊呢, 就會出hydrogen的啦。 好, 左手邊那裏, 我們還沒選啊。 那就要看Electrochemical Series啦。 我相信去到第二十二課, 同學就應該很熟呢, 這個次序的。 那還有也都要好肯定呢, 有一些呢, 是弱度我們從來都不選的。 包括是這個sulfate iron啦。 不是的話呢, 你就自己對回表啦。 那因為呢, OH負啦。 是一個更厲害的reducing agent。 DAN。 什麼呢? Sulfate。 所以, 在電解裏面呢, 我會優先被人考慮。 那所以, Hydrocyone is Bleviancially Discharged at Anno. 那我的化學反應是什麼呢? 我寫在這裡。 那調色點Balance呢? 那我不特別說了, 應該在二十課呢, 你就學好了啦。 那它就會產生Oxygen啦, 所以這裡就是Oxygen啦。 那我這一部分呢, 要特別跟你說, 這個dxc每一年都會問的, 亦都是很typical的sentence structure, 去解釋在電解裏面, 為什麼我選這個? 為什麼那個會落選? 為什麼會出氧氣? 那就是要這樣去做一個explanation啦。 跟著我把兩條Half equation加起來呢, 其實呢, 我就會見到, 原來呢, 就是水被人分解了做Hydrogen, 和Oxygen。 那麼, 那監測呢, 那個molvaso呢, 的coefficient是2比1, 在氣態的世界裏面呢, 那個molvaso, 即是數量比例呢, 和Falliumvaso呢, 是一樣的, 只限一個氣態。 那麼, Hydrogen的Fallium永遠都是Oxygen的兩倍, 這裡都有寫給你啦, 2比1, 就是因為這條色啦。 好, 那我們呢, 就會再形容一下這個setup, 有什麼改變的。 這個setup一開始呢, 我們是會有一個diluse的sulfuric acid啦, 但是呢, 隨著那個化反應去process啦, 其實那些水呢, 就會變成氫氣氧氣, 那就是說, 水的數量越來越少啦, 那這個那個濃度呢, 就會增加啦, 那原因就在這裡, 因為那個water is consumed 了啦, 那我們看Example 2啦, 那Example 2這次呢, 就是用了Farida的sulfuric acid solution, 用一個carbon electrode, 這個呢, 或者graphic electrode呢, 都是inert。 好, 第一部分呢, 就是抹, 正, 負, 和electron。 那就是說, 這一邊呢, 就會做個reduction啦, 這邊呢, 就做個oxidation的, 那anokephal, 我都幫你抹了啦, 那這邊是負啦, 那這邊是正, 那負呢, 就會去吸一些正梨子的, 那這裡呢, 就會去attract負梨子的, 那我們也是畫個十字啦, 那很快就寫完這四個梨子在這裡啦, 那這個還要是dilute的, 那跟著呢, 是, 看一下正梨子那裡, 我們選哪一個先, 又是啦, 應該很熟的, sulinion呢, 其實, 除非它是pure state, 沒有水在這裡啦, 永遠都不選的, 那所以這裡呢, 我們會選算了hydrogen, hydrogen ion啦, 那跟著, 另外, 右手邊那裡呢, 就要注意啦, 你看回Electrochemical series, 其實這兩個呢, 都有點近的, 那但是呢, 因為這次說明這個是fairy dilute嘛, 那所以chloride ion的濃度也是很少的, 兼且本身hydrogen ion是比較強的, 所以呢, 我們是會選這個的, 那這次呢, 那兩條Half equation呢, 我就不教你寫了, 因為跟剛才那些都是重複, 還有在書那裡都有了個答案的, 那至於英文解釋怎麼寫呢, 我寫得一次給你看, 那個寫法就是這樣啦, 那通常我們呢, 就會加上那個equation在後面, 或者告訴別人呢, 就是to give那個什麼product啦, 那要注意呢, 就是這一個呢, 是那個很重要的term來的, 一定要寫的, 那跟著呢, 教多一點點啦, 這個實驗呢, 我就加了一個universal indicator, 去檢查那個pH的, 那本身呢, 就是neutral的, 那你看到本書呢, 做了實驗呢, 右手邊變藍色, 左手邊呢, 就變紅色, 那就是說pH會改變, 那我現在呢, 就告訴你, 為什麼會發生這樣的事啦, 首先右手邊那裡, 剛才我們就說, hydrogen ion呢, 就用了嘛, 那本身neutral的時候呢, H正呢, 那個concentration呢, 是等於那個OH負的, 那這個呢, 我們就說叫neutral啦, 但是, 右手邊, 現在這個會用了的嘛, 那我們描述回個情況, 就是hydrogen ion用了, 去變成hydrogen啦, 你不喜歡discharge, 你可以說, 含燃 electron, 或者是做了個reduction啦, 那跟著呢, 另致呢, 那個OH負, 那個濃度相對就會高了啦, 那我們通常的寫法呢, 就說, 這個OH負呢, 就會build up at catholic, 即是, 只是這個範圍而已, 除非拿個, 加速去攪拌它啦, 那所以呢, 這一部分呢, 就會變成alkali, 那所以那個indicator呢, 就會變成藍色啦, 那左手邊呢, 就是同一道理, 我很快去寫一寫啦, 就是這樣啦, 那所以呢, 就會偏acetic的, acetic呢, universal indicator呢, 就會是紅色的, 那這個法律反應 跟剛才電解數一樣的, overal equation, 那所以呢, 這個sodium chloride solution呢, 之後呢, 那個濃度呢, 都會增加了, 那個reason就在這裏啦, 我們還有兩條example, 不過之後呢, 我就不詳細說了, 好, 你看到電心呢, 抹正負, 跟著呢, 就, 畫回electron flow, 那所以這裏呢, 就是做個reduction, 這裏呢, 就是做Oxidation的, 而在右手邊, 因為負極呢, 它就會吸了一些正離子, 這裏呢, 就是負離子, 跟著呢, 下一步就抹十字架啦, 這裏呢, 那特別要檢查一下, 會不會有化反應啦, Carbon是Inert的, 那我十字架有齊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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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那跟著呢, 負離子就只有這一個選擇啦, 那而, 正離子的話呢, 你自己看回Electrochemical series呢, 這個是強小小的, 那所以呢, 就是這兩個去做化反應啦, 這個呢, 就會變回Cu, 這個呢, 就會變回Oxygen, 所以呢, 在Anno, 我們Observation會分開Anno和Cathol, 我們會見到有些Colars gas bubble啦, 那而在右手邊呢, 我們呢, 就會見到有個Rudish barn solid, which is copper, 就會Deposit on這個Electro上面, 那我這裏呢, 提你少少東西, 這杯東西呢, 本身是藍色的, 但因為呢, 你現在的Cu, 現在呢, 就會consume了嘛, 所以呢, 藍色的那個, 會越來越淺色啊, 就是因為這個濃度低了, 為什麼低了呢? 那又是寫回那些英文啦, 還有少少東西要留意的, 那我們呢, 就圈了兩樣東西, 就會去做化反應啦, 那剩下在Beaker的Mobile Iron, 其實只剩下這兩個, 那所以呢, 其實做做下, 那杯東西呢, 就會變成了大率的sulfuric acid啦, 那其實這一部分呢, 也都是之後我們講電道的精華, 怎樣去貼金屬呢, 在另一支棍那裏, 那裏, 剛才我們就說了電解呢, 就一定會見到電芯啦, 但有時候一些難的題目呢, 他未必會直接, 就畫電芯給你, 就像這題一樣啦, 你們猜不猜到, 究竟A是Battery, 還是B是Battery呢? 沒錯啦, A呢, 就是一個simple chemical cell, 因為呢, 我們會見到兩支金屬呢, 放了在一個electrolyte那裏的, 那B那個呢, 才是22貨我們學的一個electrolysis, 那我們呢, 都要看回哪個是正極, 哪個負極, 那我們看回那個simple chemical cell啦, Malesium is more reactive than silver, 或者一個stronger的reducing agent, 所以, 是會lose electron的, 那這裏呢, 就已經決定了electron flow啦, 下一步呢, 就必須要記錄那個正負的, 那你記住啦, 這一個呢, 是個電芯來的嘛, 電芯呢, 負極呢, 是會出electron的, 那所以這個是負正, 那而電芯呢, 這樣一路一路出, 這邊都是去食電子, 那食電子這個呢, 就負, 這個是正來的, 那我記錄, 正乎不要抹錯, 因為右手邊呢, 是一個電解, 那所以我們呢, 就馬上抹個十字, 然後呢, 有這個, 我們又再查一下, 兩個carbon是沒有發反應的, 那跟著呢, 我們就看看選哪個了, 這個不選, 一定是這個, 那跟著呢, 就這個勁點, 那所以就選這個, 所以呢, 在Z那裏呢, 正離子選了燒二加, 那它就會變回做 copper, 那條色我就不平衡了, 那而這個呢, Y那裏呢, 在dross iron呢, 就必然是變回Oxygen的, 那這個呢, 那這個呢, 就是食電子呢, 就做reduction, 就是cafol, 那這個呢, 就是oxidation, 那, anox, 就是anol, 那那, 那反而呢, 左手邊呢, 那個chemical cell呢, 就不太簡單去看了, 那我們呢, 就真的要分回哪個是, 一個強的reduce agent, 那, 那看回個表吧, Malessium呢, 就很容易脫電子的嘛, 所以就一定是瘀, 就去變mg二加, 就失去了electron, 那所以這裏呢, 是做一個oxidation, 這個一個anol來的, 那而這一個位呢, 就要找東西去accept electron的, 那這個mg二加啦, 是很弱的, 那, 才逼著呢, 就hydrogen iron啦, 就變回hydrogen, 那這個就是做的reduction, wagcat, 就是一個cafol啦, 那你見我呢, 在這兩個setup裡面呢, 就成功抹證證符啦, 成功抹證了electron flow啦, 那些色又寫到啦, 還有又可以抹證哪個cafol n喔, 第一段片呢, 就去到這裏啦, 在這裏啦, 下一個就能夠抹證。 那這裏啦, 我來看這裏啦,